新唐人节目悠游自在 以前显异等的动画 让小朋友了解汉字演变过程 以及文化内涵 国小校长杨世贤大为赞赏 他说汉字与生活连结 是最好的教育素材 到了小传 左边多了一个密 表示网的材料是丝绳 透过动画 以前显异等的方式 呈现汉字的演变过程 新唐人节目悠有自在 让小朋友理解汉字的文化内涵 我学到了汉字的变化 都是一开始是先两个人在打架 然后后来用武器 帮小朋友多认识一些 汉字方面的知识 字的由来这样子 然后小孩子学的时候 应该会比较容易 然后也会比较印象深刻 很需要让孩子理解 而且欣赏汉字的好的文化 它是我们根深蒂固生活中 一种哲学 一种智慧 未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好 它从字开始吧 汉字的笔画复杂 但每个字都代表着中华五千年的聚会结晶 背后内涵一意宣远 就了解悠悠自在这个节目 杨校长对我这个字的由来留下宣客印象 我这个字 它事实上是由歌古代的这种武器 所以我这个字 如果没有很仔细的好好去思考 那会伤了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整个汉字的文化 我那个字里面藏了什么 举手举手 老师提问小朋友踊跃举手 以悠悠自在为教材 了解汉字的来源与演变 也带领小朋友反省与思考 杨校长说 身在教育界 字就是教育的灵魂 希望政府更加推广汉字的文化与内涵 新唐人有爱电视 胡中翰张元亭 台湾特别采访播到